哎,你说这个世界凭什么对咱们女人要求这么高 昨天跟一小妹妹聊天一直聊到凌晨两点 她一直跟我哭诉说 最近老公天天嫌她胖 嫌她脾气不好 嫌她没有结婚前漂亮 你说现在的女人是不是太难了 咱们要做一个好妈妈 还得做一个好媳妇 还得做一个好儿媳妇 家里的饭得做吧 房间得打扫吧 孩子的作业还得辅导吧 还得赚点钱补贴家用吧 你说每天都已经这么累了 还被老公嫌弃身材不好脾气不好 那你让她有本事多赚点钱 家里请个保姆 洗衣服做饭打扫屋子 你什么都不用干 也能修炼出菩萨心肠 也能天天冒美如花吗 你说是不 哎呦真是 你说这个世界对咱们女人要求真的是太高了 你得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 还得守得住寂寞 创得了昏黄 让咱们女人40岁了还得拥有20岁的模样 让咱们女人每天面对油盐酱醋的反倒 还得修炼一颗清心寡欲的心肠 这个世界凭什么对咱们女人要求这么高 既然这样 那我们自己就一定要对自己宽容一点 要遵从咱们自己的内心 漠视别人的想法和期待 按照咱们自己的心意生活 从从容容地过好这一生 管他别人说什么呢